现在老师来解说这个题目 好,这个题目来 前视图方向绘制第三角法 1比1绘制上视图 所以要上视图 前视图 还有 右侧视图 灰色的辅助视图 灰色这个斜面的辅助视图 好,答案蓝的 左边 右边绘制辅助视图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 所以你要画成这样子 好,铅笔完成了 老师直接先来解这个题目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解题目 我就画在这个方言纸上面 好 好,这个题目看起来会很难 其实它不会很难 我们只是要细心一点 好 所以 比如,现在这样子 前视图比较简单 我们先从前视图来看 1,2,3,3格嘛 所以你可以看这两格 好,同学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等角图上面平行 就表示它在三视图上面平行 所以老师先画它的 前视图 1,2,3,4,5,6 好,6格 因为我直接先画它的 我就直接 剪图 我就直接 用这个来画了 好,6格 这里,2格 这里,3格 这边,3格 这里,2格 好,所以这个的平行 这个的线是 这样子下来 好,过来这边 有一格嘛 好 所以在这里 好 这个斜线是从这里斜到这边嘛 好 好了之后 你可以看 这边是有一格 这边是有一格 这边有一格 这边有一格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画平行线就好了 好 或是 这个接到这边嘛 好 隔一隔嘛 这里接到这里嘛 好 因为我们这里有方言纸 可以直接这样子画 好 1,2,3,4 如果没有方言纸的时候 你就是要这样 用平行纸 去画 好 所以前四图就是这么简单 好 所以我们这里先 同学如果不大清楚怎么画 记住 我们这里就先下A点 B点 C点 C点 1点 1点 所以这里有这么多点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 这里就是A B C D E 有这几个点 好 再来我们来画上四图 好 上四图来看一下 这里四格嘛 这里四格嘛 我隔两两公分好了 这里四格 好 这里两格嘛 好 好 好 我们先把看得到的线 先画出来 好 有一些虚线 我们等一下再慢慢来解决 好 这一题要慢慢来 因为这里到这里都是同一个平面 所以它是一个 一条线 这里是四格 一样是四格 这里到四格嘛 好 这里可以看出来它是两格嘛 好 我们先把底这个两格先画出来 好 两格 所以你可以看它到这里也是两格嘛 所以这个都是实线嘛 好 这都没有被遮住 好 这边 一格 好 好 我现在是 这边画过来 好 到这边 好 好 这里 好 我们先画这边哦 它可能跟底下重叠 所以我们先画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我现在画的是这一条线 可是它这一条线有三 三个单位 所以它是到这里哦 有没有 好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 斜面先画出来 好 所以它有被遮住了 好 所以老师先把这里先插掉 好 来 比如这里是E点嘛 对不对 这里是珠点嘛 对不对 好 C点就对上去 所以C点是这样子过来哦 所以它是从B到 所以C点就是这样子过来 好 C点 好 这样子过来 它到这边一个单位这里嘛 所以这里 好 所以 C点现在在这里哦 好 过来 好 过来这里 一个单位 B 到B点 B点 B是在这里哦 糟糕 我刚才 这边 好了 没关系 B点是在这里 我画太快了 我怕同学看不懂 哈 所以这里是B点 哈 所以这里把它连起来 哈 老师用不同颜色画了哈 标示你才知道这里是B点 哈 B点在这里 哈 所以B点要 再过来 哈 所以它这里要过来到 A点哦 哈 所以A点在这里 哈 A点在这里 哈 所以这一条线从B到A嘛 哈 哈 所以这里 哈 所以是A点 哈 所以你看它的样子是长成这样子 这里涂出来 这里涂到这边来 哈 所以这个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斜面 好 再来哦 我们就是要每一个面慢慢来 哈 哈 这个面是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 A点 到两格的地方 A点 到第二格的地方 所以它这里会长成这样 这个斜面 哈 这个斜面 哈 哈 换B这一个斜面 哈 B这一个 到第三个单位 哈 哈 所以它到第三个单位 哈 所以这里 这里就要变虚线哦 哈 哈 所以这里 它是从B 这里哦 这是整个斜坡 所以这是整个斜坡 有没有 就是这一个斜坡 好了 换这一个斜坡 这个斜坡是从C C这里 哈 到 这边数过去第四个单位 哈 是从这里 到第四个单位 所以它是到这里第四个单位 所以它是像这样子 知道吗 哈 所以这里是C哦 好 再来换B 铁 诶 诶 糊 里 到 来 诶 诶 好,再来换 现在是V哦 来租啦 现在E,E这里也有一个面往下 对不对,所以它是像这样子 E这个面就是像这样子 对不对,所以这个图 基本上上市图是像这样子 老师,这边有一个地方 猪是到第一个单位,我这个数错了 不是到第二个单位,所以它这里 要像这样子 猪是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这个,这一块这样子才对 知道吗 所以这里是看得到的 这里是实现 好,所以这个是 上市图哦 再来右侧市图,一样慢慢画 来 隔两格哦,特别注意一下 这里四格 好,这基本上应该看得到 都看得到,外观 好,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画 A对过来 好,先把那个斜面先搞定 A这样子对过来到 第二个单位 对不对,到第二格嘛 好,再来B B,B是在第三格的位置 B是在第三格的位置 好,再来C 要回去第二 好,要回去到这里 好,猪 在最上面嘛 好,所以这里 基本上 好 这个斜面 好,OK嘛 这个在这里嘛 对不对 好,一样慢慢来 所以A这一个面 是从这里 这样子嘛 所以这里就是虚线嘛 再来B B是在这里 好,所以这里一样 有个虚线 好,它是像这样子 好,它是像这样子 好,再来C的 好,C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只是这边看得到 好,这里看得到 因为这里是空的嘛 好,啊猪 猪是这样子 好,一 一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里要连击 好,一是这样子 好,所以基本上 它的右侧仕图 还有这这一些 好,这三个仕图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一样 要画辅助仕图嘛 辅助仕图就是把这个图 再转过来嘛 好,老师这边 一样,如果连考 我这边就不会再重画一个了 为什么 我只要知道 A,B,C,D 这三 这些线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是第一个 先把它平移过来 好 因为你那里没有方言指嘛 好,所以老师先把它平移过来 好,比如老师平移过来 好,因为过来之后 好,用比较长的线 好,对过去 所以这里我就找到A点了嘛 对不对 对不起,不是A点 A点在这里 好 这里 B点 这里 C点 好,所以我就找得到这一些了 好,再来一样 画什么 垂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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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就有这些线了嘛 现在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就是这一条线嘛 好,所以你这里 因为基本上 它这里就是四个单位嘛 所以我们不用 不用用 就是不用转粮啦 直接用这颗度上面的来画就好了 好,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哦 这里 这里是这一条线嘛 这一条线过来嘛 再来换这一条线是两公分嘛 对不对 这条线是两公分 再来这里是一公分嘛 再来 这里是 两公分嘛 这一条线是两公分嘛 再上去 好,如果它没有设RP 你就可以不用画出RP啦 好,所以这样子 这个就是 辅助仕途啦 好,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好